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回来发达广场的环节 我身边的嘉宾 都是研究部的经理陈慧聪 Jason Gart 这一节跟大家跟进市场消息 先看看行指走势 现在升至47点 做21620点 升风来说是0.24% 大成交方面是385亿 国企指数跌70点 做的是10115点 其指方面跌70点 做的是21419点 低税是207点 成交方面竟然超过52000多张 和你跟进一下市场方面的消息 看看今天来说 都有移动板块 好像金矿股 整个板块都要跌 要说到外围金价方面的走势 外围金价就是要跌 看到回讨上整个星期 录得的升幅 跌超过2.3% 最新报道每盎司1383美元 其实上周五来说 都跌了32.8美元 怎么看金价方面的走势 是否还要跌呢 始终我之前都不断强调 就说黄金价格来说 之前那一阵 所谓由1300元 彈回1480元至1500元 这一阵 纯粹一个超卖底下的技术性反弹 但你说整个黄金的牛市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圆结了 未来我相信跌幅方面 都会进一步扩大 甚至乎之前的低位 都有机会要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都看近期 大家都炒作焦点 都说联储局方面 有机会在今年之内 最快九月 就会将QE的规模 缩减了 亦都见到 因为这个预期 都令到美国方面 一些长期债息的息率 都是升得很紧要的 特别是十年期方面 上周五都升到上去 接近2.2厘 这些近一年的高位 都反映回 当大家预期的利率 都会继续升的时候 对于黄金产品的价格 或者吸引力方面 都会有很大的削弱 始终本身大家是投资黄金 就是拿着黄金的时候 变相其实就犧牲了 去到收息的机会 如果你说这个息口 好像之前那几年 为止低位的话 当然机会成本 就相对来说是低的 但如果你说 未来大家都预期的利息 会进一步上升 变相你拿黄金 机会成本方面 亦都会大幅提升 变相令到很多基金方面 都开始抛售黄金 所以你说金价我自己 暂时看不到 有些很大的条件 可以令到整个转势方面 可以停下来 反而如果你说 未来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 都仍是好的 大家对于预期 都仍是升温的时候 对于金价来说 都应该会有更加大的 调整压力 所以现在无论是实金也好 一些紫黄金 甚至乎是一些金矿股 我都觉得是应该要避 是的 在金矿股来说 在金价下跌的情况下 都没有运行 金矿股来说 随着金价来说 之前开始有跌势来说 都是要向下走 最新来说 今天整个板块都要跌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 整个板块的最新表现 看到紫金方面 跌超过2% 現价来说 1.92 赵金方面 跌超过30% 現价来说 最新做$7.09 中国黄金跌至5% 现在做$22.07 至于零保黄金 最新做$2.03 跌超过2% 今天零保黄金方面 都说的是 发现了刑警 其实说的理由 都是说相比价格急跌 以及存货价值撇减 预料上半年的业绩 都会录得重大亏损 上年来说 上半年的纯利 都是$3,900多万人民币 今年来说 应该是比大家看得淡一点 是 因为说到第一季方面 都已经在虚拟了 接近$7,000万 那么多 第二季 看到无论是 金价方面要继续跌 以及内地的经济 都还是比较差 只不然对于息金的需求方面 都仍在降低 所以预期可能第二季方面的业绩 应该比起第一季方面 就更加是差的 所以说 今年上半年 是有盈转亏 即是六得亏损 就不应该感到意外 所以你看到今天 就算他发了刑警 他的跌幅都只不过是2%多些 比较回其他的金矿股 但以后来说 他又不是零零射射 即是突然间大跌 亦都反映了 其实大家都预期了 今年去上半年的业绩 就一定是差的了 所以你看回那个股价 今天跌得不多 但是你看回过去的大半年来说 其实那个跌势 都已经是相当之厉害的 上年九月 都仍在做3.8左右的高位 但是之后 你看到那个价 都不断地跌下来 你看回整个 downtrend 是这么明显 我相信短期之内 就算是反弹都好 弹到回到大概10天线 20天线 2.1左右 都应该会顶一顶着 就没办法再升 反而如果你说 他弹完之后 没力升 再跌来说 是有机会要试一些 更加低的位置 所以你说这只股份 基本因素又一样 加上技术面方面 都仍然是差 暂时都不应该碰 是 先问回 警令波浪金发了一个刑警 其实你看看其他的金矿股 有没有可能 将来都会发现刑警 因为你刚才说的 就是金格下跌的情况 应该整个反法 不是单单一只股份 没错 其实机会有的 争取刑警方面 是所谓盈利大幅倒退 或是由之前的 就是录得盈利到来 可能会录得一个亏损 始终你说这类金矿股 当然大家性质不同 例如你说 至今方面 本身在上游开财方面是有 但是同样地 下游做一些野链方面 其实都是属于一个 比较大的比重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你说整个金市都不行的话 你做上游也好 或者你做下游也好 基本上问题都是很严重 所以你说这类金矿股 我觉得 未来面对的前景 都是相当暗淡 就算你说不发刑警 也好 不代表他未来出的业绩 就不会转差 反而你最怕 就是说他本身不发刑警 给到一个希望 但到最后出来的成绩表 还是比其他的时候 他的跌势 就会更加厉害 只不过在一个时间上面 就会比较其他的金矿股 就叫做跌迟了 但是不等于前景是好的 其实受到金矿股的影响 不单是金矿股的板块 好像珠布中标股方面 都是买金的 当时五月头的时候 金价大跌的时候 大家都可能期望着 会有所回升的时候 一锅锋去到金矿股买金 按照你这样说 金价都会跌 这个板块来说 会否受到影响呢 当时我在节目的时候 都很强调 我绝对不建议当时大家去抢金 因为当时很多人觉得 金价突然之间跌了 二三百元下来 想着跌好 未来可能那个势 就会重新好回 但是其实 你当时去抢金 你会不会一个月之内 你见到金价反弹 就去放回去呢 放到就固然好 可以有个轻微的利润 但如果你说当时想着 买金是长摆的 可能现在就要感到后悔的 因为你看回 现在的金价 比起当时所谓 有高位跌下来的位置 其实都已经是差不多 意味着 如果你说之前 真的掃了很多金条 金粒的话 到目前来说 就未必是有钱赚 反而如果你说 未来金价要再跌 我觉得那个情况 就更加是不妙的 所以你问我这些水平 我都不建议大家 那么快去买金 直到你说 未来金价真的有机会再跌 跌到去千一元左右 就可以去到薄一薄了 所以你说 之前买了金的 就唯有 希望金价不要再跌那么多 又或者可以选择 如果之前真的 卖太多的时候 都可以尽量去买一点 好啊 谢谢Jason 和我们长迅的分析 这一节的时间 就差不多了 和Jason做个新报 刚提及过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谢谢Jason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换来另一位主持人 和大家继续紧贴紧货 紧贴是市况方面的情况 我们先休息一会